大家好 早安 很高興有機會接觸一些國際化的會 一般我這幾年都是香港內地參加一些會比較多 首先多謝Michael 因為在早上一兩個禮拜前 在一些關於創科的對峙會認識了 我主力是我們搞的 越港澳大灣區 稍後我可以再詳細講一下 我首先介紹一下自己 我是2020年早幾年在理工大學畢業 人工智能博士 主要是關於影像變色技術和文字處理 論文就是無人超市 關於一些自動化的人工智能的科技 我其實就是學徒出身的 一個香港很小的時候讀書不成了 從機械工程一邊讀不同的科目的工程 讀到電子、計算機、製造工程 很多科目 其實我很小的時候出來自己創業開廠的 做廠佬 搞工業 希望將一些學會了的科技 可以自己自行生產、銷售 早二十多年前 大概 因為覺得做廠很辛苦 那時候我還挺青春的 天天都是解決這些問題 重複又重複 還有世界原來就是 你有好的科技 但是你的產品是很傳統的 那就是根本就是賣價賣不高的 那變成十幾年前就開始轉型了 那真的是搞一些高科技的技術 那在五年前呢 就是我本身是香港科學員出生的 就是搞過幾個創業 但是都是變成一些殭屍企業 那很多種種因素 那在近這五年呢 主要是香港的環境 其實不是太適合創科的 那近這五年呢 就是我粵港澳大灣區 那個2018年的時候 開始就計劃那十四五規劃 那各地城市都有自己的優勢的 那我就上了內地 那就把我一個叫醫療的項目 就放了在江門市 那江門市的好處呢 就是一定問我的了 為什麼不放在深圳 那江門市就因為他不是太懂科技 那還有他剛剛開始科技發展 那我們是第一批的 那進去呢 總之就盲目就支持你的了 無論你什麼項目 就一定支持 那我們2018年的時候呢 其實這個項目很初步的 那就只是一些概念而已 那就入選了國家級創業項目 那我也是國家級科技領軍人才 就是在內地 那其實是屬於國家重點的科技人才 那一路發展這幾年呢 那就拿了很多獎 在內地三十幾個獎 那我自己有三十幾個泛民專利了 大概 那一路發展到近這一兩年呢 就是年多前呢 就是被深圳市政府看中 就是背後是國家法改委來的 那他們幫我加速 那這一主力就是深圳江門 那中山市呢 又幫手了 那因為很團結一致 現在響越高大眼區各地城市 就不會抱著你不讓你走的 那中山就是生產為主 因為中山的大健康產業 發展得比較蓬佩 全國是除了上海 就是跟著中山第二的了 那我就選擇在那裡去生產我們的機 那我們是什麼呢 關於一些用人工智能做的機械人分藥櫃 那就是一個櫃 就可以醫生開電子藥單 就扔到那個櫃裡面 其實你很簡單 你就看到一個叫銷售 就是賣汽水機的櫃 就是密聯網的 但是我們就是裡面的機械人 你懂得幫你收拾好那些藥 因為全世界呢 我們香港 不要香港全世界看醫生 就是他不會和你分好那些藥的 你自己尤其是老人家 兩三個月一大包藥呢 好像去街市賣菜那樣的 一大包就拿回家自己搞定了 那我們就是十年前 其實就開始去研發這件事的 就是怎樣可以解決到 整個全世界的復約那個痛點 那深圳市政府就那個科技發展 其實現在都領先了香港是很多很多的了 那他們就不僅是科技 他還有一個商業模式 就是我們叫產學研頭 那其實都很成熟的 就是他們很多的產業中心 那我就給國際養老健康產業中心 就看盡了 那他就把我的商業模式 就調到去 我們傳統做生意呢 就是去醫院 老人院 很簡單的 幫他分好一些藥 放機器在那裡 那原來他們不是 他們就認為就是 你應該要入社區 入社區幫助老人家 解決社區問題 那我就問為什麼呢 原來我們現在就叫做獨角壽企業 即是接下來 準備嘗試的 一直做上去 那他們的意思就是說 你現在國家的策略就是 無人的技術 無人車啊 很多無人弱點啊 我們就叫做無人弱點了 那就是去社區 尤其是COVID之後 那他們就很重視 就是在社區 盡量解決到那些民生的問題 就在社區了 就不要出過社區 那所以呢 他就說 不如你把台機放在社區裡 那那個生意額呢 就大很多了 那你想想 十公里可能有一間醫院 我現在就是一百米 或者一公里內 就已經 有個無人的分藥機 那變成一個生意就是十倍了 那我計算出來 就不止十倍的 就是比在同醫院做 那所以現在一路做下去 那我們公司其實就是 剛剛今年就本來是A輪的 那現在已經推到去A輪B輪的了 那有B輪已經出現了 甚至明年已經有排到C輪的 那因為整個科技呢 其實已經不是再重視了 就是主要就是他們 就是要資金 因為他就要把全部的很短時間 都扔掉到那個社區裡 那這個商業模式呢 就是在國內才行得到的 因為這些涉及各國策 或者國家需要的東西 他要全部是任務地執行 那變成那個玩法就很不同了 那引申到呢 其實我自己在內地都跟別人在學東西而已 就是學這些所謂的新經濟模式 那例如為什麼美團可以做到那麼大呢 或者是舊運時的供養單車 那類似這些美團或者Uber這些模式 就是很短時間呢 他就用資金 把你的科技就放在社區裡 那將來就是我們會發展到 這個是處方藥 保健品 那保健藥那個市場就很大了 因為沒有人不要的 但是我相信各位包括我在內 那再加上推 在東盟歐盟呢 就可能西藥中藥一起來 那中藥就會去到呢 就直接執藥材 就是放一些藥材在你樓下 那部機器裡 那根據大數據數字經濟 就去那部機器就為了服事 可能那100個人或者200個人 不夠就放多兩台 就是這樣去發展出去的 就是整個商業模式 那其實是挺有趣的 就是很多就是我們搞科技人呢 就是最不懂就是那些東西 怎樣落地 怎樣賺錢 怎樣賺錢 只是拿著那個科技 那每個人都覺得自己的科技很厲害 那問題就是你怎樣推出去呢 其實就涉及那個市場 定位怎樣入 那還要加上那個資本 你怎樣可以短時間去擴張 擴張發展 那才有機會成功的 那也都是有機會變成一個獨角獸產業 那接下來我們其實應該是計劃 2026年就會在香港上市的了 那因為我們的B輪 B輪的客人 就是那個投資者 已經他有一隻鋼響響響香港的了 那加上他有一些錢下來 那一直發展上去 那還有就是 為什麼我可以在內地呢 就是譬如簡中 那你香港有很多博士 或者有很多介紹 那除了那個 那個產品 或者那個科技 就是你怎樣 從那個 就是在大學上面 理論研究 然後變成應用研究 應用研究 再推下去 你怎樣可以在政府去支持你 給你錢 然後就做起來有天使輪 然後就有A輪 B輪 就是這樣上了 那就是如果過得到A輪 就基本上公司都會發展上去的了 那我自己的背景 那其實我是 香港科技協助會會長 今屆的 就是香港科協 或者很多朋友還不知道 內地的 內地的是中國科協 中國科學技術協會 它掌管了整個 中國的科技發展 那它是足工程兩院院士 其實都是他們的人 就是全中國重點的科學家 或者是領軍人才 其實都是在這個共產黨底下的 中國科協底下的 那我是香港科協 那其實就是對口 直接就已經對口了 基本上是高過了 省級以上的 那變成了 雖然我們香港一國兩制 其實是民間組織來的 我們就不是什麼有紅背景的 那我們香港的會 有機會打香港科協可以上去看看 那我們都是集中了 香港很多教授 科學家 企業全部 我們會基本上一半以上 都是博士 就是博士的級別的 那最低都是碩士的 全部所有100%會員 所以門檻比較高的 所以我在內地 就可以接觸到很多不同的人物 或者科技 尤其是我自己本身 在大灣區 都是六個城市的科技顧問 那變成我就 引申到為什麼認識了Michael 就是我們在搞一個叫 9加2創科對接 就是TID給錢的 就是BUD那個 那我們又要 澳門的科技 一起帶他們香港的科技 就是想9個城市去對接落戶 那我們因為COVID 那我們就停了很久的 就是沒有搞到的 那東莞呢就是第一站 就是上個月搞了的了 那都有100多人 100個項目左右 100多人去出席 那我都接下來看一下 有什麼是下了戶的 好像都有10家8家下了戶的 那上幾個星期就去了高門 那接下來就是 廣州、佛山、珠海、中山 四個城市 那看看現在排在哪個城市 那有機會大家可以跟團上去的 那就是了解當地的科技發展 或者他們有什麼優勢 那就從而就是 有機會就是好像Gelen 那樣的形式 就是我就調轉了 他是由大學出來 那我其實是由企業 去大學讀書 那就了解他們的科研發展 那其實我們幾間大學 因為我是城大、理大和中大畢業的 就是學士、碩士和博士 那我和那些教授都很熟悉的 他們經常都拿一些項目 叫我有沒有機會 下地或者出去 那我坦白說到現在 我都沒有拿到一個出來 因為是很多問題的 剛才Gelen都說就是收費太高 或者他們要求太多 那些IP問題 那我近期就是 我是Tag300 就是成大那個Tag300 他們推得很狠的 我就是他們那邊的評審 那我近期就開始留意到 他們有些比較好的項目 有機會可以產業化出來 那這裏就是我自己的拖心 就是希望我自己成功 我的產品讀國秀 我都希望帶了香港的科技 就不要再屈在香港了 那就多一些上越港澳大灣區 有8000多萬的市場 做得在越港澳大灣區 再在香港再衝出 就是國際市場 東盟、歐盟 那其實這樣的套路去發展 其實是非常好的 也都迎合到國家的 那個國策的發展 那多謝大家 謝謝佛博士 那我們下一個就 我們下一個就要找到 這個月牌的